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1月20号星期一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外长联合代表团 11月20号 从今天到21号访华 代表团成员的包括沙特外交大臣 约旦的副首相兼外交大臣 埃及外长 印尼外长 巴勒斯坦外长 以及伊斯兰合作组织的秘书长塔哈 这个主要就是结束 以巴冲突的访问的第一站 第一站就来到中国 这里边其实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信息 以前像这种维持中东和平 维持带领中东和谈 基本都是美国 这次来讲第一站就来了中国 这实际上就是做给美国看的 这个意思就是非常明确的 做给美国看 我想这对中共对于拜登来讲 有一个非常大的警示作用 在这种压力之下 当然这个它是今天已经到了 其实提前十几天就在探讨这个事 所以也迫使拜登终于让安理会 通过了一个让以色列停火的决议 美国最后投了7全票 然后还有现在传出来 拜登准备要制裁部分的以色列人 因为以色列屠杀巴勒斯坦 太严重了 拜登现在下令了要国务卿布林肯和财长耶伦等高官 制定一份的制裁计划 制裁在约旦河西岸 屠杀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人 在加沙的他不管 但是在约旦河西岸 因为约旦河西岸是阿巴斯他们统治 那个地方还是比较温和的 你还跑到那去屠杀的 就点过分了 所以就是说如果在约旦河西岸 在屠杀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人 要得到的制裁 制裁包括什么 也就是无非就是签证禁令 不给美国签证 然后因为还有财长耶伦的话 是不是有一些财务上的制裁 就不知道 可能也就冻结一些在美国的资产 他要不来美国也就没事 制裁的其他理由 包括侵犯人权和严重阻碍 破坏或阻止实现两国解决方案的行为 这个来讲还是非常具有相争意义的 对以色列人也进行了一些这种制裁 最起码等于就是承认的 以色列人屠杀巴勒斯坦人也是不行的 以前俄罗斯在乌克兰胡搞的 就制裁俄罗斯人 现在你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那胡搞的 就制裁以色列人 这个来讲 我觉得作为一个白左的民有党政府 这个还是值得肯定的 这值得肯定的 这要是一个 这要是现在一个极右翼的共和党政府的话 想都别想 对不对 不但不制裁还给你发枪呢 子弹够不够 但多发生子弹 接着突突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所以为什么 我现在也是 我现在真的越来越能理解左派一些东西 我现在对左派的观点跟以前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波尼桑德斯 以前我们经常开玩笑的 波尼桑德斯同志 林奥巴马都可能叫波尼桑德斯同志 共产主义战士 波尼桑德斯站出来了 终于站出来了 谴责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 要求以色列的停火 而且觉得以色列在这屠杀 屠杀巴勒斯坦人 当然波尼桑德斯特别左 大左派 奥巴马就够左派了 对不对 奥巴马都觉得 波尼桑德斯是个共产主义战士 对不对 当然这个来讲 奥巴马还是率先 奥巴马是率先转出来的 对吧 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 但奥巴马毕竟他是个退休官员 对吧 所以他压力还小一点 但波尼桑德斯是一个现任的 现任官员 压力就比较大 那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波尼桑德斯下次还能不能连任 我觉得很有难度 波尼桑德斯做这种事情的话 你看连AOC都尽量不说话 对不对 波尼桑德斯这样做完之后 后面再竞选的时候 资金 选票 都会受到巨大的伤害 老头 不容易 老头真的不容易 我们以前老头找乐 这种时候 老头站出来 我们还得承认 白左他是 怎么说 我觉得他真的有自己的这种政治诉求 虽然我们不欣赏 我们不理解 但是他的这种坚持 他的这种精神 我们是给予肯定和支持 最好比中国那帮 我不是支持谁 我就是反对战争 我支持和平 然后现在不说话了 到以色列在巴勒斯坦 屠杀这么多人 不说话 现在你看连奥巴马 波尼桑德斯 这种都是美国 就是著名的 对吧 算著名政客 都已经站出来了 连拜登都要开始制裁 以色列人的这种计划了 然后我们中国的这些 还是铁嘴钢牙的 在支持以色列 要屠杀恐怖分子 死了这么多贫民 然后里面这么多的小孩 巴勒斯坦 他因为长期被制裁 他人口年龄非常年轻 平均年龄非常低 大量的都是小孩和儿童 死了40%都是小孩和儿童 一万多人 里面几千个小孩和儿童 然后我们的这些 中国的这些所谓的反战人士 还在支持 这样来讲 令人不耻 令人不耻 就是说你说奥巴马和波尼桑德斯 这种 虽然我们经常当中开玩笑 但是 就是 是尊重 他们最终靠自己的这种 实际的言行和行动 赢得我们的尊重和认可 以至于让我对左派的整个的观点都不一样 我现在对左派整个观点都 你能非常的明确的感觉出来 我本来中间偏右比较多 现在越来越让我左边靠 其实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右派 还是中间偏右 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中间了 你知道吗 已经非常接近中间了 不管怎么着 还好 包括连拜登 拜登这种时候 能够让安理会通过决议 然后能够就开始制定一个制裁 屠杀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人的这种计划 我都要给拜登的电弹 但是拜登也是迫于很大的政治压力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主党 民主党自己的选民都开始反对了 反对以色列 反对拜登 明显看起来就是说 自己的基本盘都快不保 所以拜登也是没办法 必须要做一些举动出来 来安抚他极左的民主党的基本盘 对吧 因为明年毕竟还要大选 虽然是有政治压力 但是能这么做 我们还是给予肯定 给予肯定 好不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 为什么你看四年前 或者是三年前 或者七年前 那个时候说选民主党 不选川普 我都不能理解 但是今年的话 很多的华人纷纷说 可能选不了极右翼了 要去选民主党 我能够理解了 我现在我能够理解了 好吧 你还做个对比 你看看台湾选举 你看国民党 国民党从来不敢说 自己有什么政治诉求 你发现了吗 没有理想 没有追求 国民党唯一的政治诉求 你知道什么吗 执政 这是他唯一的政治诉求 就是执政 其他东西都没有的 其他东西必然不谈 尽量绕过去不谈的 国民党上一次 他选党主席的时候 当时张亚中和朱立伦 在选的时候 我就说 我说这国民党 还不如干脆让张亚中 当国民党党主席 最起码张亚中 敢把政治诉求喊出来 干嘛口号喊出来 知道吗 就你一个政党 你最后要感染别人 你要有自己的政 就是说你看 波尼桑德斯 奥巴马这些人 虽然我们不支持 但他最后他能感染我 他能够征服我们 让我们赢得我们的尊重 和我们的认可 国民党行吗 国民党不行 朱立伦玩来玩去 说来说去的 就是要执政 他没有政治诉求 他的唯一政治诉求 就是执政 怎么去骗老百姓 欺骗老百姓 给他们投选票 让他执政 就可以了 然后玩各种的政治猫腻 政治算计 这样两个人跟民主党 真的不一样 民主党人家 是有自己的口号 共和党也有 即便也有自己的口号 对 美国的两党还是有敢约汉州斯 你的口号来 但是国民党是没有的 这样来讲 科文德都比他们好一点 所以真的 我觉得当时国民党 国民党是一帮垃圾 一帮垃圾 真的 国民党是真的 长期看下来的 真的就是一帮垃圾 一帮垃圾 有一些人其实想改变国民党 你说韩国瑜伤 赵超航这些 也是觉得国民党 但是就是说 那力量又不够 因为垃圾太多 清理不过来 你知道 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能清理过来 国民党垃圾垃圾 实在是太多 然后各怀鬼胎 然后党搞得年头久了 里面都是一帮混子 知道吗 就跟美国的教会一样 你看 美国教会 特别明显 就是说 法轮功的教会里面 是真正的有这种宗教信仰 和宗教诉求的 那一个个的 真的 那是 你知道吗 一个顶一个的 你也承认 就是说 风归风 但是 就是说 他是真的相信这个宗教 美国的基督教教教会里边 都是他妈混的 都是他妈来混的 你知道吗 基督教教教会 就是一个俱乐部 大家一起凑钱 然后一起 拿这些钱 一起吃喝玩的 知道吗 每个人凑凤子 凤凤子之后 咱一块搞点什么活动 因为在美国 都是华人 也寂寞 咱们在教会里 咱们凑一块 凑个凤子钱 一块出去旅游去 或一块搞个聚餐 一块吃个饭 就这意思 你知道吗 他就不是 他不是一个 就是真的拿了这个钱 能够 如果你拿了这个钱 比如说拿去救济穷人了 他还是觉得 他不是大家一块吃饭 你懂的意思吗 他就是 对 所以就是 当然也不能说 都那什么 但是基督教教会里 当然了 有的虔诚的 也是太虔诚 也有那种 真的特别虔诚的 但是混子也挺多的 反正不如法轮功 法轮功里边 基本上没什么混子 法轮功里边 混子特别少 但是基督教教会里边 混子都还多 都是来混塔 你知道吗 就是 对 所以 算了 不说这些了 不说这些了 所以 就是说 你看 美国的民主党 共和党 就点像法轮功一样 都是那种真正的 就是说 有信仰 有追求的 坚定自己的信念 和理念的 国民党就不是 这来讲 台湾的民进党 民进党还是有一点 政治诉求 政治追求 政治理念的 有自己的想法 你知道吗 而且敢一把口号喊出来 我是台独工作者 对不对 他敢喊出来 民主党也还行 科匹 还可以 还有点自己的想法和口号 国民党 国民党95% 99% 都是来混 都是来混他们的 知道吗 令人不耻 真的是令人不耻 好吧 这些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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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